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礼仪给我们安排的最后的时候都是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就是说在世界现实生活所谓的一切有一天要结束的 所以福音上我们取的也就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对门徒们所讲的话 等于说又是提醒 借着门徒们也可以说提醒我们 他说你们应当小心 不要使你们心被贪吃和醉酒所麻醉 被人生的挂虑所困扰 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领到你们 很实际的也是可以说很重要的提醒 告诉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物质的生活我们要去活没错 那既然天主造了天地万物一切都是好的 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创世纪一天造这个第二天造第三天造这个 很有趣的是每一天造完了以后 天主都说这一切都是好的 最后一天造了人 就说宇宙万物一切都是好的 天主造了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好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些事情当做了目的来用 所以不要你们的心 请注意耶稣讲的很直接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心被贪吃和醉酒所麻痹 被人生的挂虑所困扰 当然生活当中有困难有问题 可是不要让这些困扰了我们 让我们的心小心 让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住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心常常要努力的去向上 从上而来看 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可是它好的时候它的目的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么从上来看 那么上是哪里呢 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 所以耶稣这来 祂来这里33年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 带给了我们很多 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准则 带给了我们很多生活的方式 带给了我们怎么样的跟来往的态度等等 然后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面对我们现实生活 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心困扰了 当有困扰的时候 就去看一下 耶稣讲的话也好 或者圣经上也好 或者是有信仰的人也好 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方法在哪里 可以帮助我们 来面对这些 来解决这一些 那另外呢 耶稣说 那意想不到的日子要来临 也就是说世界末日会来 那同样的 为我们有信仰的人 这些世界的末日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悲观的方式来看 而是世界末日是一个世界的结束 比如说我的死亡 是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死亡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那我的生命是现实生活结束了 另外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好的 回到天父那里去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 就像我回家 爸爸妈在家里等我 我出去旅行 或者说我离家很多年 那么回到家的时候 爸爸妈在那边等我 那一样 我们回到天父的家去 所以现实生活的结束 是另外一个现实生活 好的现实生活的开始 所以让我们怀着平安愉快 安慰有希望的态度 来往前走 所以这样的话 面对现实生活的结束 我们就不会担心 也不会怕了 因为怕的话就让我们围缩 怕的话就让我们关起来 就很糟糕 我们就会越来越难过 所以生命的结束 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回到天父那里去 应该很高兴 所以让我们平安的 高兴的 愉快的 度我们的生活 那么将来有一天 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 跟他享受美丽的生命 祝福你们 便宜行 我继续炳 然后带我们 平安 然后带我们 拍摄 谢谢 感谢观看